前不久,关于蔡振华在8月份,已经被调离体育界的传言不禁而走。 她的新职位是中华全国总公会任的副主席,蔡振华先后在体育口工作时间了二十余年,除了掌管乒乓球之外,还有足球、盘球、羽毛球等相关工作,去年刘国梁卸任、国拼罢赛、拼携整人等一系列事件,将蔡振华置于另一个极其尴尬的地步,似乎离任也是缺导的事情。 但谁来接替蔡振华,谁来接替蔡振华拼写主席的位子,成为了大家极为关注的点,因为大家无时无刻不把目光放在了刘国梁的身上,或者说,因为有刘国梁的存在,才让拼写主席这几个字,显得更加与众不同。 其实回顾往事不难发现,中国拼乎球的招门人,基本全部都是国拼总教练出身,最次也是个男拼总教练,蔡振华如此,之前的李富荣如此,薛林胜义如此。 2013年,刘国梁正式成为中国乒乓球队,总教练兼男队教练。 这也算是对外宣布了拼协主席未来接班人的人选,非他莫属,然而短短四年间风云变幻莫测。 2017年6月,刘国梁,被撤离国拼总教练的职位,成为了一个名不复实的拼协副主席,也正是从这时开始,刘国梁走上了与前人不同的道路。 不论是蔡振华,李富荣还是徐银生,退去总教练职位之后,依然在承担着拼华球的相关工作,或是担任亚洲拼联的职位,或是就职于国际拼联,可刘国梁只能陪陪孩子,陪陪家人,时不时的出席一些综艺节目,所以,有些时候看透就好,固定抢球。 那么,究竟谁有资格来成为新一代拼协主席呢?虽然王力勤的呼声很大,但无奈门槛太高,不过要真让他来坐这个位子,他还真就为比心寒,分别带领男女拼的刘国正和李笋,不可能直接跃到最高位。 反倒是前任女拼教练诗志浩是个不错的人选,诗志浩连续七年担任女拼教练,现任国际拼联副主席,要成就有成就,要作为有作为,除了年纪大了点,完全符合要求。 但是,如果连诗志浩都无法成为候选人的话,那么可以说,中国乒乓球真的再也找不出其他专业人了。 见识,或许只能被逼无奈,走上中国足球的老路,用外行人来指掌中国乒乓球的未来。 可那样的后果,不用想也能猜测到,蔡振华在乒乓球方面如日中天,可在足球方面完全没有任何作为。 因此,即便刘国良成为不了球迷心中的天选之子,也别选个外行人,因为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,真的删不起。